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朝秘闻》 我是美玲 2023年对中共来说可以用惊魂未定来形容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下面就挑选其中一些新闻为大家梳理一下 1.习近平三连任当天 黄沙漫天 2023年3月10日 中共党魁习近平终于如愿开启了他的三连任 但是诡异的是 在连任中共国家主席的第一天 北京就遭遇了沙尘暴袭击 导致北京的天空一片昏黄 而且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 太阳竟然变成了蓝色 有网友证实说 今天习近平宣布就职以后 下午马上重度沙尘暴 北京好几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沙尘暴了 2.中共发布清查经理刘亚洲有害信息的活动的通知 2023年4月12日 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在X平台发文说 军队有动静了 网络还没动静 并且附上一张清理刘亚洲有害信息的通知图片 据图片显示 山西太原第七干修所在落款为4月10日的通知中称 根据上级的通知 在全所范围内 全面彻底清查清理有关刘亚洲有害信息的活动 主要清查对象为和刘亚洲有关的图书 报纸 期刊 文章 讲稿 题字和音像电子制品等出版物 大事迹 史料传记 历史年间和文献汇编 还有照片及合影等 此前 刘亚洲已经被传失踪 其实 早在2023年3月24日 有亲共色彩的港媒《明报》就已经引述了多个消息人士透露说 刘亚洲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及协会等名义巨额敛财 因涉嫌严重经济贪腐问题 或将遭到中共重判死缓 三 火箭式串生的中共前外长秦刚 突然遭到免职 2023年7月25日 中共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公布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回国任命王毅为中共外交部部长 但中共没说秦刚被免职的原因 截止到当天为止 秦刚已经失踪了一个月 这也是自二十大以来中共政治史上罕见的一幕 因秦刚在2022年12月被习近平任命为外交部长 被指是火箭式串生 但上任外长才半年多就被免职 这也让他成为自中共建政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一个外长 期间 关于秦刚和凤凰卫视女主播傅小田 户外生育一名拥有美国身份的私生子的消息 传的是沸沸扬扬 4.中共前警卫局局长王绍军死讯 推迟三个月才被公布 2023年7月24日 中共突然宣布已经在三个月前去世的中南海警卫局前局长王绍军的死讯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在7月27日当天公布的简讯称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副主任兼警卫局局长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原中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王绍军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3年4月26日在北京去世 十年67岁 王绍军曾在2015年陪同习近平出访美国 甚至罕见地出席白宫宴会 2017年6月 习近平到香港参加回归20周年的活动 原中央警卫局局长王绍军仍是全程护卫 当习近平乘车检阅解放军驻港部队时 身穿军装的王绍军就坐在吉普车副驾驶的位置上 显示出他身获习近平的信任 电视片独立制片人李军曾在经营论坛节目中表示 王绍军的死非常离奇和诡异 这里面肯定和一些中共的政治内幕有关 5. 中共火箭军高层被撤换 正式传言 2023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据中共央视报道 火箭军司令员王后斌 火箭军政治委员徐熙胜晋升上将军衔 这也证实了此前关于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传出事的消息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牛奔在X平台发文说 新晋升的火箭军司令员王后斌来自中共海军 现任政委徐熙胜来自中国空军 7月28日 有亲共色彩的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和副司令刘光斌 以及前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现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 因涉嫌贪腐 在2023年3月已被带走调查 6.习在金砖峰会两出状况 随从被标形大汉拦截 缺席发言 2023年8月22日 习近平在参加南非金砖峰会时 下午临时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需要共同参加的工商论坛 并且改为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发言 引来外界猜测 后来有爆料说 习近平是因为害怕在现场被暗杀 所以临时缺席会议 8月23日 近南非金砖峰会的第二天 当时各国领导人依次进入会场 当习近平穿过大门走入会场时 他身后快速跟上一名手提皮包的随行人员 英文翻译孙宁 也准备跟随习近平入场 结果被一名标形大汉 现场的安保人员强行地拦在门外 从网传视频可见 习近平独自走在红地毯上 他听到身后的声音 回头看时 大门已经关上了 习近平继续向前走 但显得十分迟疑 不由地停下脚步 又回头看了一下 习近平这一时分罕见的迟疑 并带着些许恐慌的挤动 被网络热传 7.失踪的李尚福被免去中共国防部长职务 2023年10月24日 中共央视在新闻联播中宣布 习近平已经签署第14号国家主席令 免去李尚福 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 同年7月 已被免去中共外交部长职务的秦刚 也同时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 这也证实了从2023年8月失踪的李尚福出事的消息 对此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 李尚福的问题有一点很清楚的是 应该是航天系统和火箭军 还有战略支援部队这一系列的连串集团造成的问题 可能让习近平吃了很重的一记闷棍 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亲自在二十大提拔上来的 8.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 隐猜测 2023年10月27日早8点 中共央视发布中共前总理李克强 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 震惊各界 中共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称 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 11.26日因突发心脏病 经抢救无效 11.27日临时时分 在上海去世 终年68岁 一时间 网上关于李克强死于心脏病的说法 纷纷提出各种质疑 有关李克强可能是被软禁在上海东郊宾馆 甚至他是被人故意毒杀等相关传言也纷纷流出 一些熟悉中共政治的人士表示 是中共内斗促成了李克强的死亡 有网友表示 李克强死得太诡异了 一下台就死掉 像极了政治上的打击报复 他眼里已经容不下任何潜在威胁 哪怕是没有实权的官僚也会被他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我不相信李克强是病死的 李克强的死法跟胡耀邦也太像了 9.习近平再提风桥经验 2023年11月6日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由中共中央政法委选出的 《全国风桥式工作法》101个代表单位 习近平强调说 要发展所谓新时代的风桥经验 2023年11月27日 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在X平台指出 风桥经验即将在中国全面实施 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 谁也躲不过去 王小红首次把毛习并列公开推广风桥经验 一是把习近平的地位抬高到与毛泽东一致 二是对外充分肯定了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 而风桥经验其实就是中共利用群众斗群众的社会控制手段 蔡慎坤表示 风桥模式看似是一波群众再斗另一波群众 其实是自己斗自己 因为另一波马上就会再斗前一波 群众会陷入自我斗争的闭环 当群众斗争进入白热化时 中共高层就会介入进来降低温度 进行裁判 再打一波拉一波 永远将群众掌控在手中 10.财新网胡舒立叫板习近平 2023年12月25日 及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毛泽东名诞的前一天 财新周刊发表名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文章 其中 专门引用邓小平的话 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 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 文章也引用了习近平的原话 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这篇文章在海内外都引发了广泛讨论 也被认为是暗讽习近平 后来该文被删除 12月31日晚间 财新传媒创办者胡舒立的个人微博已被清空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表示 财新周刊在两个月三次触碰到中共禁区 两篇文章被删除 这已经不是哪个编辑有胆量 或者说是胡舒立一个人的勇气 兴致变了 唐靖远认为 财新网世界上已经变成了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 力挺邓小平路线的势力代言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财新网已经成了中共党内反习势力主要的舆论阵地 一个反对派的大本营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